你 當初啊 要不是你們這些朝廷的狗腿子 賀家也不會死於非命 我只是奉命行事了 再說負責封殺的是高征 冤有頭 債有主 要怪也怪不到我吧 那你們有參加嗎 我覺得你們兩個根本沒有什麼分別 怎麼沒有分別 我可是忠肝義膽 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呢 要是你真的是這樣的人的話 賀家就不會死 好了好了 馨悅 咱們不提這傷心事 我陪你散散步 我想一個人進一進 那你自己小心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到底願不願意嫁給我 馨悅 如果你覺得很勉強的話 我可以跟王爺直說 讓他給他們退婚 聘禮都下了 這樣子退婚 我以後怎麼還嫁得出去 我以後怎麼還嫁得出去 你這麼說 我就明白了 高深 冒屁江 來 馨悅姑娘 喝點水吧 謝謝 山中遠地 你怎麼會支撐一人來到這裡 我只是路過 正打算回京城呢 正打算回京城呢 對了貌神 先生 玉泉山已經被封了 人去山溝 你來這邊做什麼 這玉泉山本是 反清覆明知識 極具聯絡的據點之一 賀大哥一家在此 為擋務嚴守崗位 沒想到為了 小小的玉泉水 白白犧牲的性命 原來你是為了 憑調賀伯伯一家而來的 出世未節 身先死 常使英雄淚滿盡 你別太難過 雖然玉泉山也是景色依舊 人世全非 但是我來到這兒 彷彿有一種黃花藻 歇野流香的感覺 馨悅姑娘 你說的沒錯 賀大哥的血不會白流的 東陵當作的今天 雖然已是七零八落 但是光復漢氏的決心 我們始終沒有動搖過 我們每一個人都抱著 反清覆明的堅定信念 我相信終究會有一天 我們能成功 滿清的狗皇帝簡直滿横霸道 殺人封山霸占百姓財物 竟然明目張張地昭告天下 簡直是厚顏無恥 這附近到處都是清兵 你沒有看見嗎 你左一句狗皇帝 右一句狗皇帝 你不要命了 冒冒早就置生死於度外 這幾個禁衛軍算什麼 我寧可拋頭顱洒熱血 也不要縮頭縮腳的 我一直以為 你是一位頭腦冷靜 做事穩重的大英雄 沒有想到你這麼衝動 陳一時之勇 難道是你的目標嗎 你說的對 提天行道 反清復明大爺還沒有完成 有許多事情還等著我去做 說真的 我一直覺得當今聖上的人好像還不錯 不像你們講的那麼蠻恨霸道 你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誤會 狗皇帝就是狗皇帝 你怎麼替他講話 你先聽我說嘛 就拿玉泉山被封的這件事情來說 皇上根本不知情是東尔滾下的命令 這麼多侍衛每天送水進宮 我就不信得狗皇帝一滴都沒有喝 好了好了我說不過你 時候不早了我該回去了 對了你打算上哪兒 現在正方科舉考試 各地的供生們都集在京城準備應考 你們家是開客棧的 我就去你來投訴好了 你要進京 你該不會是還不死心 打算進京完成你那什麼東靈壯志吧 你放心 我只是到京城隨便瞧瞧 不會給你們帶來什麼麻煩的 我倒無所謂 不過我們家最近已經是災難不斷 我還真是擔心你的出現 會把我姐夫給嚇暈 馨月姑娘 你說什麼 難道我不說歡迎嗎 不是了 你要來投訴我還求之不得呢 不過 有什麼問題嗎 最近京城裡的共生進出很多 所以守衛比較嚴密 我擔心你的身份很容易被識破 算了算了 我豁出去了 乾脆我掩護你進城吧 你要怎麼掩護我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大小姐派姑娘出城辦事 說起了家裡的氣氛真的不是很好 大小姐呢 臥床不起 姑娘呢抽肥褲子 阿小姐又不開心 其實小微最可憐呢 是啊 從來沒有聽見過 哎呀小微嘻嘻哈哈的 好久沒有聽見小微的笑聲了 小狗 瘋了嗎 小微是小狗幹嗎 啊小狗好可愛呀 二位可樂要嗎 多可愛呀你看 小微見了一定會開心的 對呀 哎 笑笑笑笑笑笑 喂 就說你不敢去花八兩眼子買在那兒陪嗎 哎 這讓小微高興 我花十兩眼之 我會心疼啊 爭氣一點 到我們家小主人開心的啊 啊 來看看外套了啊 來來來來來來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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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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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我出五兩 我出七兩 大大大 快 快 幹嗎 快 幹什麼怎麼辦呀 跟我走 廢 走 不要跟他走 瞧瞧你們瞧瞧我 大哥 你當初欺負弱女子 算什麼也就好愛他 是啊 喂 媽 有我們在他不幹怎麼樣 臭小子 辣子花全白你這樣關你什麼事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六麻子 实想的 赶紧滚 你没听说他不想和你走吗 笑话 人是我标准的 要不他他说不走 对吧 多少钱 我们买了 二十两 人归您 二十 为你干吗办一倍啊 笑话 人是我的 我说卖多少钱 卖多少钱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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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妈滚 我买了 买了 我买了 我买了 买了 我买狗了 把狗推回去 救人要钱 你们上好了没有 打一会儿可没联系啊 我们 快 打一会儿 你可以等着 马上就回来 等着 马上就回来 你等着 我马上回来啊 喂 老板 二位兄弟 还有狗马 退下 我救人了 我真的救人了 不行 换我出门 一概不能退坏 走吧 老板 你通通一下吧 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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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他把人带走 留麻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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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不 不行走 我都说给你钱 你干吗还拉人哪 臭场吧 没钱就别装裤 老子没钱够 给你们删上他 谁说我们没钱呢 我先要电钱 等我报告示 然后再给你二十两好不好 看来这小娘们 你们俩是跟我要电了 是的 好 算你没有种 我得跟着等你们报告示 来 你别弄 你等着 你别弄 走 走 方便周全这两个臭小子 叫他们买点东西 去那么久还没回来 又不是跑哪儿去鬼魂去了 老板 二小姐不在 不如我去那边守着吧 不用了 我叫阿寿去了 大姑爷 纯族北京狗送给你 借我们二十两 你们两个傻蛋 当我也是傻蛋的 随便弄这狗就骗我二十两 这是什么狗啊 这 这可是纯族的 北 北 北京狗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最纯的北京狗也不到二十两 你们两个成天偷懒 我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算我们算账了以后再说 我和周全现在等钱救人呢 这狗是给小伟买的 不如我们延长卖身器好不好 什么 延长卖身器 谢谢 谢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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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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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成你个子小小的 人还挺重 你还敢说我 你武功这么好 个子又这么健壮 非我走这么一段路 就喘成这样子了 好好好 说不管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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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想这个办法不错吧 那几个手臣的笨蛋 真的让我们给埋过去了耶 亏你想出这种主意 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刀在你身上了 好 别说那么多 快走吧 怎么了 欣悦姑娘 你先赶快走 为什么 别问这么多 赶快走就是了 我到如鱼楼去等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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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公鱼不可以丢掉鱼标的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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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一下 我在忙 不能等了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对了 欣悦 你不是追九文龙去了吗 九文龙事情现在不是最重要的 我问你啊 姐夫 茂碧家她有没有来过 哎呀 你想死啊 这么大神 我只是问茂碧家她到底有没有来过吗 她没来过 另外那个倒是来了 谁啊 皇上啊 皇上 她不是千千才来的吗 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知道 哇 如果这个在这里碰到那个 我们就死定了 最后这个会把我们抄家的 哎呀 姐夫 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先别想那么多 镇定一点 镇定一点 我知道不要自乱镇脚 对了 姐夫 我刚刚跟那个回来路途中 碰到另外一个那才严重呢 谁啊 高深 我本来想掩护那个离开的 可是一转眼高深就不见了 你怀疑那个被高深抓走了 我只是怀疑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那个突然会来呢 是不是高深捉住了那个 那个故意上我们如意楼 所以这个特地来收通里乱打 哇 那我们不是要陪葬了 不会吧 怎么会那么快呢 姑爷 姑爷 又有谁来了 你会不会有几位贵客的 点个样子去照顾他 我离开了 有什么通知我 好好好 两位大人 这边请 可以 这边请开 我让这边啊 我让你帮助我 你 有事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在做什么 你在偷 我听人家说话呀 偷什么 说得这么难听 我这叫好奇心 不要乱讲 做事去 真的是力不提督 这一回好像是刘才请的课 看他们的脸色 大概有什么事 是吗 少爷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你也太不谨慎了 你已经向皇上赴了命 没法上报了 否则皇上一定会派兵 把灾影夺回来的 其实我本来是想 早点回京赴命 就早点高瞻无忧 可谁想到 这帮生围就在这一个时候驾走 都得 您说 咱们要是花点钱 是否就能把这事掩盖过去 少爷 刘才说负命 指的是黄河赈宰那件事 难道其中 令人很张 为什么回京赴完命 就会高瞻无忧呢 这和那些山贼 又有什么关系 少爷 他们说 那批镇单的灾影 再运回京城的途中 被山贼接走了 真有这样的事 怎么可能呢 刘才的作章里明明说 灾影已经送帝黄河了 前台没了事想 我最担心的是 要是这事掩盖不过去 这可是要株连九族的呀 这事一旦泄露出去 不光你株连九族 恐怕还有很多人要遭殃 六大人 周大人 你快想想办法啊 是啊 要不然东窗四方 把我们也给连累了 这些干嘛用的东西 平常没事的时候 都上我这找好处 现在出了事了 全想知之外啊 岂有此理 这些朝中命官 深受朝廷诸文 竟然敢寻思妄法 少爷 看来不止一两个 他们手中的权力还不小 否则怎会如此猖狂 一手遮天 你是说 除了刘才 周正直 他们要同党 说不定 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啊 好了 好了 吵得急切白脸也没用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只要找到他 这事算摆平了 不是说 那位贵人 那除了他还有谁 那位贵人 用皇上身边的红人撑腰 只要找他疏通帮忙 这事就算是摆平了 少爷 他们说你身边的红人 你知道他是谁吗 听下去 明天我就去买戒面礼 周大人 咱们一起去找 两位大人有口福了 这是我们如意楼新的招牌菜 四季大母汤 刚刚炖好 请尝尝 这个城门 他干嘛老到这个节骨眼上打岔 你有没有听到 他们刚才说的贵人是谁 没有啊 听下去 你们站着干什么 别嚷嚷 你们在偷听刘大人 跟周大人说话 是这样的 我正在调查一批 朝中的贪官大臣 你的意思是说 刘大人用的钱 是贪污得来的 叫你小点事 你怎么可以让让 少爷 我要声明 我是清白的 刘大人来如意楼 大鱼大肉用骗来的钱 与我无关 我赚的可是血汗钱 我又没调查你 你紧张什么呀 好吧 那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给你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 将功赎罪 对啊 因为你刚才的搅局 害得我没有听到 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现在要派你 到隔壁屋子去打听 不论有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资料 给我查到 查什么资料 听到什么就告诉我什么 哦 这样啊 还不快去 想坏我大事啊 不是 不过少爷 我先说明啊 我这只耳朵啊 有点背 如果没听仔细 您不要怪我 那你可以用这边的听啊 不行 这边一直是龙的 还不快去 是少爷 是少爷 高生 他人呢 谁 问问你 帽必将他人呢 我怎么会知道 你觉得没有抓他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你不相信就算了 我相信你 你虽然做了很多 对不起我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你不会骗我 那帽必将 你也相信他吗 什么意思 他是东林乱党 是朝廷捉拿的侵犯 那又怎么样 我知道你很蠢败 我也很敬重 他这样的民族英雄 但是新月 我觉得他们的思想 太过偏激太盲目 你有没有好好想过 当今的皇帝 难道不是一个好皇上吗 那只是个人的 立场不同 要是你处在 他们那样子的环境 说不定你会和他们一样 你有没有想 你现在跟帽必将待在一起 会给你和你的家人 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灾难 要不是有满洲人入侵 又多而滚 有你们这些人的迫害 害人哪来的灾难 新月 为什么到现在 你还不了解我 我跟你说过 我对王爷中心 那是因为王爷 对我安重如山 安重如山 你自己还不是 要忙碌地追从 为了报恩 没着良心杀人放火 我没着良心 你知不知道 不要再解释了 说来说去 你只是在会领自己的行为 打原仗而已 我什么行为 宝贼的行为啊 岂有此理 你们一楼竟然有贼啊 有贼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一碟桂花奶香酥饼 一盅冰花几次炖银饵 我特地留给夫人 给小微宵夜的 就这么被偷得太离谱了 老板 你有没有看清楚 是不是放在什么地方了 哪有贼笨的不偷金珠宝 偷你那几块蛋糕的呀 偷不就偷了 你怎么没尝试啊 哎 不知道拿什么东西 就粗粗忙忙回合他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被我找到他们 我一拳打烂他们的肺 对老板 方便跟周璇这几天 不知道在干什么 从这鬼鬼祟祟的 呀 嗯 这桂花奶黄酥饼啊 香脆可口 冰花起的这银饵 清凉爽口 太好吃了 哈哈 小姑娘 阿西 阿西湾吃就多 吃点 没了没了 唯一老尾多男的 随便吃 哈哈哈 可是你们做这么多东西给我吃 不怕让姑娘发现呢 哎呀 没事 成天姑娘做那么多饭 少一两个 他不会发现的对不对 去 那当时我们哥 哥俩吃了 没事 哈哈哈 我说到哥哥 今天那个 你们都有真好啊 哎 对了 你们的衣服补好了 我现在就给你拿过来 哈哈哈 我 你先吃 哎呀 六 我很快就回了 哎呀 哎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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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 你在笑什么呀 哎 你 你想的一样 哎呀 冰花棋子 对银耳的感觉呢 真是又香又嫩 桂花奶 奶 香 作品真是又 又香又甜 又香又甜 是桂花糕嘛 啊 原来真是你们两个臭小子偷的 呃 姑 呃 姑娘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呀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 我什么都看到了 什么都听到了 现在人赃并货 快点说 为什么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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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只是 二度发育 啊 二度发育 你们两个想比我肥呀 啊 啊 呃 去那个 强壮 啊 两个 对对对对 方便大哥 这只要对 东西就不好了 你们干什么啊 哦 原来是泡妞啊 哎 你们两个死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原来你们延长慢生气 接二十两 是为了救夏河 救人救人 要看清楚救谁再救吗 和人家自己有没有能力救 要摸清楚他的背景 会不会惹过上身再救吗 夏河无家可过 又惹了六麻子那一种人 我和周全不放心 所以就 所以就曾经瞒着我们 收留他来的金屋长交吗 我们也知道迟早会被发现的 知道还说 姐夫 他们也是救人心切 难道你真的忍心罚他们吗 什么救人心切 我看他们是看一样有几分资讯 心怀不轨是真的 我们不 不是心怀不轨 我们是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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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证人吗 谁啊 高 高生 高生 你们这点高生 他没说什么 没 没有 他救我们就走了 大侠呢就是大侠 不到武功好 救人都那么干净利索 二小姐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原谅高生啊 人非圣洁谁不过错 你都不能原谅他一次吗 你现在自身难保了 还替人家求情 我们说的全 全 全是真话 我不管你是真话假话 你们两个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总之这个人之就 冲功了 冲功 什么是冲功啊 冲功就是没收了 没收 谁没收啊 我 啊 大小姐 您真的愿意收留我吗 夏佛 您心话告诉我 如果我真的收留了你 不能让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肯做吗 大小姐的大恩大的 夏合无以回报 就是就做牛做马 夏合也会尽力的 做牛做马的倒不用 只是 大小姐您尽管说 不行 夏合不能交给你 为什么 夏合交到你手里还有个事吗 关你什么事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原来喜欢不管的是你啊 我是姑爷敢这么跟我说话 姑爷要怎么样 姑爷就可以无法不得 就会这样的男人孤女了吧 好吧 你们都不要再吵了 听我说好不好 你想怕这夏合 就算平民我也要保护他 大不了我们带夏合一起走 走 咱们走 哎 对 姐 你来得正好 这三个大男人啊 正在为夏合吵成一团呢 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大家 夏合被我说为贴身哑环 啊 啊 怎么了 吓了你们一跳了吧 贴身 不是陪我们睡觉吧 怎么搞的 夏合当了二小姐的闭女 我也该高兴啊 怎么心里老觉得不安呢 我还给你 你给我带玩弹干嘛 你难道忘了吗 八 八岁那年 冬天的晚上 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们从小无依无靠 流落街头 还经常被七大的乞丐一起气过 今天有一天呢 我们又冷又饿 喂 幸好我在今天呢 捡到了一个馒头 你 你把一半分给了我 唉 我怎么眼前看你冻死饿死呢 我们的 我们的 作员 那时候我 我 我就发誓 一 一定也包打你 嗯 你这帮我带完呢 我 我不 我不想欠你的人情 嗯 啊 你这么多是为了 夏合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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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醒时分 莫非其中有什么禅机 你知道冬天里云云众生 每日清晨醒来 要做的最痛苦的一件事 是什么 是什么 那就是离开温暖的背窝 由温暖而投入寒冷 是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原来大师所指的是意志力 的确 只要人的意志坚定 那么就算身处迷乱的物欲流转世界 也能让自己从迷梦中清醒过来 世主果然具有慧恩 云云众生结迷网 有多少人能悟出四种觉醒的道理 哪四种觉醒 顿悟顿修 顿悟见修 见悟顿修 见悟见修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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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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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少爷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在途中遇到苦瓜大师 所以跟他回来的 你是来找苦瓜大师 谈了妙音佛法吗 我忘了给你们介绍 这位呢 是我们如意楼的常客 福少爷 这位是 姓茂 茂公子 原来是福少爷 茂公子请叔在下冒昧闯入 我是听到新月姑娘 对公子的自画赞美声 才被吸引而来的 这是公子的作品吧 是啊 画得很不错吧 这女子是谁 只是一幅 随性所画的画像 不足寡耻 眼如横波 气如香烟 体如白玉 人如月矣 这世间竟然有 这么出尘的女子 是否真有其人呢 今日与福宫在此平水相逢 算是有缘 不知公子是否有雅兴 到隔壁酒楼 小饮而悲 你们两个要一起喝酒 是啊 新月姑娘 为何如此紧张 没什么 茂公子圣意在下心灵了 不过在下还有事 恐怕不能与公子共赢 不如 他日再聚好了 也好 就约在十五 十五月圆时 人月两团圆 茂公子果然才情四义 好了 我真的要告辞了 茂公子请留步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请问大师 您是否就是福公子所提及的苦瓜大师 从前从前有一个地方 前从前从地有一个方 大师所言充满禅机 在下愚昧 还望大师指点迷惊 贵人贵人来自何方 人贵人贵何方自来 众生结余昧 何时方到彼岸 善费善费 这 本集完 人贵人贵人able 人贵人回rone 或全